早上好 我是家旋 欢迎收看8月21号的百歌晨报 谈开今天的各语言报章 我们可以发现头条都各不相同 这意味着没有大事件发生 不过我们一样为你统整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 青州日报继续跟进了原产业部长凯鲁丁 回国之后没有隔离的新闻 他日前简短回应 一切交给卫生部调查 而卫生总监诺西山表明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目前还未有定案 此外 在脸书也非常活跃的凯鲁丁 再度被前原产业部长郭苏沁 从旧贴文中发现 凯鲁丁在原本该隔离的期间 曾出席许多的活动 可能已经接触了上千人 此外 网民也挖出了凯鲁丁 在8月4号的贴文 当时他还斥责 击打的西瓦干加感染群之所以会爆发 就是因为没有遵守SOP所致 不料如今他自己也被爆 没有遵守隔离措施 新报头条标题就打正 冷漠是罪亏祸首 指北马击打 玻璃市和槟城疫情爆发 是因为部分民众没有遵守SOP 中国报头条也跟疫情有关 旅游部长南希·苏克里提醒 如果五国再有另外一波官兵疫情来袭 除了会造成旅游业损失2250万外国游客人次 国内文化和旅游业也会面对751令吉的亏损 光明日报头条讲的是彭亨州政府将会在24号兑付劳务的流连巴 当中还有大财团牵涉其中 受影响的百多位农民携手成立了抢救猫山王联盟 并且恳求援手插手 换个焦点 我国近期依旧围绕在戴口罩课题上 本月头一名男子在月台因为拉下口罩而被开罚单 当时网民就炮轰 执法人员执法过当 有些甚至质疑执法人员持双重标准 如今社交媒体在疯传一张 关单示意会的执法官员在取缔行动时 口罩录笔的照片 结果就引起了网民非议 指他做了错误示范 没有以身作折等等 针对这些非议 关单示意会公关 怒卡玛华蒂受寻时就回应 该名官员当时只是为了方便说话 才拉下口罩 因此不存在课题 也没有接获任何民众的投诉 他也指出当时的取缔行动 并没有检举民众是否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向未正确戴上口罩的业者开出罚单 最后来看社会新闻 一名30岁貌美华裔拿丁 于上周日也就是8月9号 从巴生绿林镇的住家 独自开车出门之后 就音讯全无 家人拨打电话 手机也没人接听 至今已经失踪长达12天 心急如焚的家人 透过网络平台求助 希望能够透过大众的力量寻人 新闻一经发布之后 就有热心的网民发现 失踪者所驾驶的白色标志轿车 就停放在了巴生五级丁义区 已经有一个星期左右 但却不见车主 警方接获投报之后 于昨晚的7点25分派员赶底现场展开调查 并招来拖车 将轿车推回警区总部 做进一步的调查 而巴生南区警区主任三苏阿玛 证实接获了这一宗失踪案的投报 为目前不方便透露进一步的案情 另外新闻的最后也告诉你 今天是晨报的最后一期 虽然晨报会停播 但百格不会停休 会改以五报取代 让你每天都能够看新闻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百格说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晨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